我叫张成林 别看我年轻 但是我经历的事情可不少 一场车祸改变了我的容貌 但是没有改变我的初心 真正的强者 是不会被任何事情所打败的 我行 你也行 张成林男25岁河北人 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本科 英语专业 现场以及电视机间的观众 12位老板 HR专家 主持人 大家好 我叫张成林 来自河北廊坊 毕业于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 我是一个有点出声牛犊 不怕虎的人 再大的困难也敢于去挑战 我创过业 出过国 迷茫过 更是闯过生死关 在国外任部门经理期间 我个人业绩达到20万美金 约130万人民币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我相信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是放弃一定失败 我个人最大的特点 是善于在逆境中挺身而出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寻找一份 有关于大客户销售 运营或是渠道类有方面的工作 谢谢 谢谢老师 你这脑门子怎么了 是这样是去年在国外工作期间 然后出了车祸 然后脸上留下一些伤疤 然后还处于这个治疗恢复期 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车祸 是这样 2016年的10月14号 早晨在坦桑尼亚当地时间大概不到8点钟左右 我和我的一个同事 然后是司机开着车 我坐在司机的后面 我们刚加完油出加油站 等着供网络准备去公司 一辆汽车就是朝我们的车撞过来了 正好撞到是我坐的位置 然后我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头部的右半边 把这个汽车玻璃就是那种钢化玻璃 就是砸碎了 然后当时就是那种感觉 能给我五秒钟时间让我缓解一下 当时真的是第一感觉就是心脏 就是感觉瞬间有一种停顿的那种感觉 整个胸腔就是喘不上来气 然后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的腿 然后这个座椅上全都是血 然后我想下意识的我想去止住这个血 然后就是拿手去摁就根本摁不住 然后我用我这个余光就扫了眼车窗我发现车窗破了 我才知道说是发生了车祸 你这是疤是吧这是 对 你贴一块这个是啥意思 就是治疗疤痕 防着这个疤痕突出来 防着这个疤痕突出来 这旁边这是遗留下来的吗 对这些都是 当时前前后后一顾封了两床 封了大概 四里好生 对封了大概200多帧 200多帧 对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眼睛 眼睛很严重 对 他现在脸只眼睛不是一边大 对 就跟那个胡哥上次那次车祸一样 半个眼瞼差点没了 对 我这个是比他幸运一点 眼瞼活了 那你这个会影响你接下来的工作吗 现在视力没有受影响 然后听力的话也没有受影响 而且我的脑袋还可以 脑袋虽然是镊骨骨折了 然后但是里面没有出血 所以说很幸运 真的是很幸运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对 你去坦桑尼亚干嘛 是公差派遣 是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我们那个公司是设在当地的一个经销商 然后我是任服务 就是售后维护部门 那你就算工商咯 这是属于工商 谈到我受伤以及过往的一些经历的时候 大家对我也是非常鼓舞的 然后这一点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会坦桑尼亚话吗 会啊 坦桑尼亚说啥话呀 斯瓦西里语 斯瓦西里语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没听说过 斯瓦西里语说我爱你咋说 这个我还真不太会 那你会哪句 我会比如说打招呼 我会说Mumbo或Jumbo Mumbo或Jumbo 什么意思你好 就是你好 这些交流无法足以支撑你的生活呀 你总得买点东西呀 或者上个公共厕所之类的 我们是讲英语 用英语在那边 当地人说英语的多吗 不多 当地我的客户大部分都用英语 但是他们当这个国家官方语言是斯瓦西里语 所以我在那待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只学了斯瓦西里语的话 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词啊 或者说这些 就没有在那遇到一份爱情 我呀 爱上一个黑人姑娘 这个还真没有 但是说我的司机 就是我们部门的司机 有这个意愿 说当初想要给我 这个介绍她的闺女 但是我给拒绝了 为什么要拒绝呢 因为我有女朋友啊 然后今天也来了 哪儿 哦 在那儿啊 对 哦 来来来 你好 你是什么工作啊 我是外貌业务员 外貌业务员 已经工作了是吧 对 已经工作了 目前立职还在寻找工作 也在找工作啊 对 我也在找工作 那干脆今天一起解决了呗 因为我了解过 在厂下了解过12位厂家 就是 厂家 12位厂家 12位老板 那个公司 跟我的职业规划 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就算了 对 她破了像 你嫌弃她吗 用亲人的眼光对待吧 用亲人的眼光对待 那嫁给她吗 后续对她 对我好的话 再考虑呗 她要是向你求婚 你嫁吗 谢谢 我觉得这姑娘 求婚的话 后续再考虑吧 后续再考虑 对的 姑娘 我觉得你特别优秀 有特别的落落大方 你看上陈琳什么呢 谢谢 啥意思 你这啥意思 小伙子差哪了 我也想 陈琳很优秀 你好 是这样 就是 陈琳呢 就是 有一个比较大优点 就是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 在工作方面 比较细心 所以在做方式方面呢 就是会有一定的框框 就是一二三条怎么做 然后她呢 就是属于性 创新性思维和开发性思维 这点方面呢 就是正好弥足了 我这点不足 然后另一方面 就是她很有能力 无论在任何场合 她知道她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目标比较明确 这是我喜欢她 就是 二三原因 第一原因就是 她对我好 好棒 来来来 给她一个建议吧 选哪家 帮她选一家 这个就是由她自己选 你给她一个参考 没关系 按照你的意愿说嘛 斯凯乐 为什么 因为从她的综合实力 还有说 跟企业价值文化 当时我看了之后 感觉比较适合她 对 她真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研究 特别棒 给她一点祝福吧 今天 好的 祝你姓 祝你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么官方的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这个女生好棒啊 这也是特别优秀 她最优秀的是 关键是在于小伙子 生死之别的时候 这女生一直在身边 这就是她最大的幸福 伤口都好得快一点 对 对吧 对 我也确实挺知足的 来 把她的背景资料调出来 这是我毕业之后 创业的一段经历 毕业之后 因为找工作 一时之间没有找到 就是说自己 特别如意的工作 然后每天待在家里 然后也没有收入 觉得挺对不起 自己父母的 然后就逼着自己 当时正好有一个封口 就是外卖这个封口 不知道各位老板 应该挺清楚吧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发达到了一个顶峰 然后我就想 那我不如加入这个外卖行业 对吧 然后我是在当时 说白了 就是一个小做方式 我是在自己的家里 跟这个外卖平台 签了这么一个合同 然后做这个产品 但是我确实是用心做 安全 食品安全保证是第一 然后第二就是我的服务 自己又开发了一个 微信公众号 然后来吸引一些流量 这样 然后业绩呢 就是说干了半年 攒了大几万块钱 然后又借了点 就是付了个首付 公众微信号 现在还在运营吗 你现在搜索的话 可以搜索到 但是 有多少粉丝 不多 就是二十来个左右吧 来下一 这个是我在非洲坦桑尼亚 工作的这个经历 这个照片是 所有办公室的人员 的一个集体合影 然后呢 我在这上面总结了一下 我的工作内容 还有我这些客户 然后我把这些客户 分成了这个三类 你来应聘的是 大客户 大客户销售 对 和运营 对 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是 有点高 10K 对 但是你没有做过销售是吗 我这个工作内容之一 就是销售 那你把销售的那个部分 讲一下 尤其是比较好的案例 可以 我记得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客户 是一个国际上 挺有名的 管理咨询 房产管理咨询公司 叫NetFrank 当时他们在坦桑的话 有一个叫 P2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去跟他 这个公司谈的时候呢 我也是用了一点方法 比方说 第一 我会试探性地 把我这个价格递上去 然后看他们的反应 一般国外的人的话 可能比较懒散 他会过至少一个星期 才会给你回复 然后这一个星期之后 然后我收到了他的邮件 我一看 第一 他对我不反感 对吧 第二呢 然后我就主动去跟他约时间 见面了之后 我们细谈了一下 然后他肯定是对价格方面 比较有这个意义嘛 然后我也是用了一个 销售常用的这种小技巧 我跟他说 我说OK 没问题 价格的话 我们都有商量的余地 我回去之后 我问一下我们老板 我自己不能做主 谈了很长时间 大概一下午 就是从家常里短 然后到整个行业的发展 等等 就是我是用 一种很诚恨的态度 去跟他交心 我觉得这样的话 这种客户 能够拉近客户之间的距离 所以说这个单子 就最后成了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 大概是一年 在两万多美元 就说实话 一般你要了一万的月 工资的销售的话 是带团队的 但是第一 你没有一个持续的销售经历 第二 你也没有系统的销售培训 就这个方面 跟你的工资 现在是有一些不匹配 虽然你形象 底子气质 我觉得都不错 手里一样是 你所使的一万 但是综合收入还是底薪 综合 我问的是底薪 底薪最低能多少 底薪最低8000左右吧 最低8000 这就有点区别 你应评的是销售 居然 急效只有2000 这不太可能吧 这8000还能往下降点吗 我觉得不能了 因为我也有我自己的主见 我自己的选择 你英语怎么样 我英语还OK 来 找一个人跟对话 来梁静 英语对话一下 看一下他英语怎么样 你好 你先开始 请你先介绍 请你先介绍 谢谢 首先我先介绍你 我先介绍你 我先介绍你 我的英语 我叫它 中文 我先介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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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谁能说英语 可以解释我的话 即使我的心 是在中文 因为 在工作期间 我先介绍你 我先介绍你 英语 所以 我没有认识我的话 所以 我相信 那些人 可以解释我的话 可以解释我的话 我认识 我认识 是基本的 好 还可以吧 作为工作语言 做工作的 基本的谈判 还是OK的 如果更深层的 一些谈判 或者设计到 专业性的 还是在找专业的 翻译会更好 除了销售 你别的干吗 运营 运营 对 干过运营吗 我的工作值得里 包括一部分运营 包括一部分运营 对 因为我需要运营 然后再开发 好的 我们先选一下好吗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刘 谢谢 还有九盏灯 张成林 张成林一出场的时候 所有的豹子 对他的第一印象分 是非常好的 无论是从外形 还是谈吐上 再加上他在海外的一些 工作经验 和他独立运营项目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给他打了非常高的 一个印象分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职场测评 以下哪一些职场习惯讨人业 A 爱打小报告 B 爱抱怨 C 各种迟道 D 取悦领导 我选择A 爱打小报告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是根据我的实际工作来吧 就是我在实际工作当中 我遇到了这样一些人 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人 可能说我 你被人打过什么小报告吧 说吧 就是说 可能我 做错过一些事啊 或者说 在工作当中 没有说考虑他的感受 他会去老板那告我状 然后说我工作做的 怎么怎么不好 但其实 他根本就不了解我 然后也没有说 真正看到我这个工作的结果 因为我觉得老板 更多看的是结果 过程的话 更在于员工 运用自己的方法去取得 我觉得做一个管理者呀 你不应该把这些 这个选择题 这说明你以前 管理经验真的是不好 对一个团队伤害最大的是什么 是 爱抱怨的人 对 我们大家都会认同 因为这个呢 是伤害你每一个人的情绪 和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而爱打小报告 只是你一个人去承受压力 你不在乎伤害你整个团队 可能十几个人的事儿 而在乎你自己的一个感受 而且如果你实力强 你根本不怕别人打小报告 认同 非常认同 因为爱打小报告 确实很多时候没法界定 就是到底是他在反映真实情况 还是他在说一个恶意诋毁你的 还是一个你个人的一种认知 那个打你小报告的是男的 是女的 我们那边男的比较多 那是女的打你小报告 你还反感吗 也反感 也反感 对啊 因为有可能 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情绪 这道题其实是一道投射的题 你的那种恐惧 或者是你面对这种人那种压抑 投射到这个题面上来 谢谢老师 好吧 陈寗问你一个问题 谢谢你先对斯凯勒桌的一些了解 如果你加入斯凯勒桌大客户 你怎么去找到你的目标客户 首先我会从网上 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渠道 查一些这种客户的资料 然后去了解客户的背景 可能也许会了解一些客户的兴趣 这些方面 然后再通过了解这些背景以后 你能不能把那个 通过什么样的网站 了解收集什么样的信息 讲得再细致一些呢 就是你是否值这个8000块钱的底薪 那就看你找准客户信息的能力有多强了 如果你特别慢的话 那你可能半年都没有客户 这么讲 陈寗你已经了解斯凯勒了对吧 对于他的品牌定位 应该你已经有感知了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 你怎么去为斯凯勒去找寻他的大客户 因为你已经有根基了 他是什么样的品牌 什么样的文物 什么样的产品对吧 什么样的人群 所以那基于这个基础 你给他怎么去找呢 精准的说一下 不要说网上搜啊查资料啊 对啊你这样子 太方法了 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干 我觉得首先这样的话 我会从就是我所有的这个知识积累当中 然后去想到一些在户外运动啊这些 比如说从哪个行业入手 就说的再细一些 细到你就马上行动的那个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从这个老板们 然后喜欢户外运动 这一兴趣爱好 好 这样子吧 从非你莫属 你如何挖掘大客户 就这里面 这样的话 因为据我个人所知 我觉得刘总非常喜欢运动 对吧 他买来干嘛呢 他 你是大客户 你不是做零售 一万块钱以下的业绩都 我们都不叫大客户 我知道 他可以就是说 放在自己的 呃 平常的健身啊 锻炼当中 我觉得曾华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背景 他并没有做过这类的大客户的销售 他只是想寻找 他没有做过 对 所以你问他我认为 他可能可培养 但他现状应该是做不到的 我让他先说一下 我觉得应该要回答这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要回答 他现在回答不出来我觉得 你可以再试一下 你先要一种 好 那这样我先告诉你了 佳勇无效 就是刘佳勇 他的产品 他不需要买那么多的东西 放在公司是吗 他只是一个2C的一个了 就是说好 那再选择 重新再选的你怎么开发 这样的话 我觉得如果 刚刚您恰好提醒了我一点 就是说在座所有老板 手底下 每一位老板至少都会有 几百位 或者上千位的员工 对吗 好 那你跟那个张启民 张总说一下 看看他会不会需要 张总您好 我是来自斯凯乐的张成林 张总您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与您见面 是这样 就是说您看啊 现在快到这个放年假了 对吧 嗯 而且呢 您公司员工呢 有很多人 然后您看现在过年的时候 放假有流行一种 就是说去外面去旅游的 这样一种趋势 这个跟我没关系啊 这个他们附外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试试团建 品牌 文化 这样好吧 我提醒一下你啊 其实一般的大的企业 都是有每一年 都是有这个拓展计划的 是的 你们就快把答案 你们就快把答案 道给他 是的我们很着急 所以说不用着急 我觉得 我觉得不用着急 他现在肯定是做不了的 但是一定是可待培养的 对啊 就看你愿不愿冒这个险 就这么简单 在这些老板不断的提示我 之后 我忽然之间懂了 但是可能没有机会说出来 所以说 这个挺遗憾的 但是我相信在之后的工作当中 我会一点一点的去 去将这些学习到的东西 去运用 发挥出来 然后将来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很简单 就他降一点 我觉得大家 这么迫切地想给你 这么欣赏你 你应该给出一点诚意 因为毕竟现在 你做大客户 你是做不了 就这么说吧 六千 降不降 呃 七千 七千 对 你买菜呢 我告诉你 我们劝你降到六千 我们不是说他们真会给六千 我明白了 而是你降到六千 然后呢 你进入一个行业 你真的有这样的诚意 他们也有这样的诚意 给你这份工作 你迟早你的价值不止六千嘛 对 为什么要不光那么短钱 钉在这一千上面呢 对啊 而且你都不会被摸鼠吗 你六千五千降低了 多少老板加七千八千的 对吧 傻 你情商低你知道吗 真的是 降不降啊 降 你真是 你看你女朋友都被你急死了 你真的是 她的表现出来的 其实是跟她的求职的意向金 其实不相符的 这个选手让我们看到深圳的潜质就是 当她也发现这一点的时候 她愿意接受一个更 适合的一个金字水平 对 所以我觉得 对她从始至终的评分 就还是非常不错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五盏灯 来 行帅 我们行帅教育能给你的职位是 行帅教育加盟代理的大客户敲手 地点 北京 好 谢谢 对 还是大客户销售可以给你这个岗位 没问题 是 能给你紧密无频电视大客户经理这样的职位 多点科技能够给到你 是在我们的多点社区 来做移动广告的销售经理 法国孟权能给你的职位呢 也是大客户经理 负责我们实体店的招商运营销售工作 说白了 大家看重的是你的 潜质 不是潜质 是你的气质 气质不错 是的 有外星 有一定的修养 对吧 看重的是这样 所以说男人脸上是不是有块疤不重要 关键是你有没有那样的气质 然后啊 五盏灯灭三盏 柳两盏 还是选择的 谢谢 谢谢你 再面一盏 他朝着行帅走来啊 不好意思 有请曾华中波弹琴不上感情 谢谢 谢谢 好 七千 来 这位 这边 你看见没有 你说了有些人家给的是七千 你就显示出自己小气 情上低 对 就是低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笑什么笑 没问题就没问题吧 笑那么暧昧 开心 有答案了是吗 这个保留一下吧 保留一下 还卖关子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超过七千呢 这个男生是可以抢一抢的啊 一万 你看喊晚了吧 一万被他喊懵了一下 是吧 这底心没法这么高的 我觉得他喊一万 我倒觉得还可以接受 因为他嘛 还是可以接受 哎 另外九盏灯亮了 来 新帅为什么加到一万 我觉得他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对于他而言 这一万是有诱惑力的 因为 对吧 一千块钱都想了半天 你知道 你突然之间冒出一万 打乱了你的全盘计划 你没有 你没有 刚才已经很说我没有问题了 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好是吧 这会儿打乱了你的计划没有 考虑一下啊 考虑 十秒钟 是否愿意让他代替他们两个人 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你的答案是 我选择 不代替啊 对 被我击着了 没有 没有啊 我觉得人还是要坚持初心的嘛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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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经历过生死的人 对吧 好吧 来 再考虑十秒 再考虑十秒 在他们两人之间思考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吉米 斯凯乐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斯凯乐 放动始终 你放动始终 放动始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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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